这三年买车的自用小客车车牌都是三码的英文字母组合 你有注意过哪些车牌的字母刚好是可以组成一个英文名词吗 其实公路总局有一份不准上路的怪车牌名单 主要是会让人产生不当的联想 带你来看看有哪一些怪车牌的组合咯 像脏话的话呢 像是FUC FUQ FUG 这些都是比较像是脏话 所以不能上路 那不太恰当的呢 像是GAYGATE还有BRABRA还有SEX6 这些呢会有让人不当的联想 所以这些通通都是不准上路的 但是有一些则是让人不知道标准在哪边 因为同样都是情报单位 苏联的情报单位KGB是不准上路的 但是美国的情报单位CIA 它是可以上路的 那么同样的都是动物了 CAT CAT它是不准上路的 但是呢DOG DOG它就可以上路了 很多民众就会问说 那标准到底是在哪边呢 公路总局就说了 欢迎民众提供意见 有争议的车牌 如果讨论之后认为没有问题的话 以后也有可能一样可以上路 近三年新车车牌都是三个英文字 不少人选车牌 想比照国外挑选喜欢的字母组合 像日本偶像团体粉丝 就以台币6万1千元 标下AKB8888 不过公路总局在民众领牌前 先列了一份厌恶名单 像是和脏话接近的FUC FUQ FUG通通不准上路 还有政党缩写KMT DPP也不能 有种族歧视争议的3K党 当然更不行 想当疯狂卖私马也无法 因为疯狂 狡猾坏 都被列在负面词汇 其他像sex gay bar 有性别争议或联想的 也不会有车牌 就是会给人家一些无谓的联想 那我觉得避开是好事 不见得是坏事 太明显的感觉的出来 对 就 会不喜欢 我觉得应该都OK 这个不会 对我啦 对我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公路总局00总总列出24款 不过有些动物 也进了讨厌名单 像蚂蚁 猿 猫 都不能 但是老鼠车牌 却已经在路上 也有人质疑 那竟然猫不能 那狗狗呢 难道是标准不一吗 民众陆续有打电话来说 猿跟蚂蚁 对这个他们对于他们的 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上有一些争议 所以他们认为说 这个是不是可以一意剔除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考虑 暂时先给他放在那个 那个不予发放的那个名单里面 官方解释 因为英文字母的I和O 跟数字的I跟0容易混淆 已经先屏除在外 之后会参考民众意见 这份车牌烟雾名单 可能还会再增加 也有可能会起死回生 U10TV 李文豪佳妮特别报道